那七个孩子都读书了 都读书了 那家里这个经济来源 能攻得上吗 所以他就是自己拼命干活啊 他自己也有兄弟嘛 他们就说老康 你这是何必呢 你有七个子女 特别是有五个儿子 你哪怕留下一两个 在家里帮你种地 其他人读书也行啊 我也总是说 只要是孩子们愿意做的事 我都支持 所以他说 他给这个 我的父辈们讲的话就是说 家里有我呢 你们不用操心 你们只管在外面 读你们的书 是吧 一切都有我 所以就是说 他经常是克服巨大的困难 你比方说 刚解放初期的时候啊 这孩子们不是都上学吗 而且这几个子女呢 这个年龄呢 都是等差数列一样 就是这个正在上 比方上上大学 这个在读高中 这个又在读初中 这个又在读小学 哪一步都不能落呀 那么他就出去给人家拉探 那寒冬腊月那个陕北啊 这个拉一趟探 要走几十里的山路 那么等到家里头的时候啊 这个出了汗之后 那个衣服脱下来 我听我爸说 就是里边全 就是流的汗里头全都冻起来了 所以最后得拿那个木棍去敲 把那个冰啊给它敲下来 所以就是老人自己吃苦 但只要孩子们愿意读书 他坚决支持 他属于这样的一个老人家 这里边啊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就是关于这个 我父亲的事情 这个当时我父亲 最开始上学的时候 上的是师范 就是有一个学校 是很有革命传统的 叫隋德师范 早期的时候 培养了很多革命家 他当时为什么上这个隋德师范 因为他家里没有钱 上师范是国家掏钱 吃饭啊 学费啊 都不用你掏 掏钱 我父亲上了一段时间 还有一年就要毕业了 但是呢 就是家里头已经是 特别的困难 戒不开锅了 因为我爷爷飞到 困难到几点的时候 他不会去说 让这个孩子休学 坚持不下来了 所以后来没办法 这个我父亲就去找了 当时的校长 就说那我要休学 甚至说我要退学 那这个校长们就觉得 非常遗憾 为什么呢 因为我父亲当时 能考到这个师范里面 他的成绩是非常优异的 那么当时的这个 学校的这个党组织 还有这个学校的领导 就研究了之后 做了一个 让我们所有人 都想不到的决定 你不是上不下去学了吗 还有一年才要毕业吗 你也甭毕业了 您就一业提前毕业 留校当老师 就是他不但说 没让他休学退学 也没说就是 一业让你出去当老师 而是直接留在 这个师范里头 你来当老师 这个就是对他来讲 简直是太意外的 一个这个惊喜 所以他就留校当了老师 当了老师以后呢 那时候我爷爷呢 也经常进城 进城来呢 就来看一看 这个已经当了老师的儿子 到着工作岗位来看他 每次来的时候呢 我还记得我父亲跟我说过 那时候呢 这个教工的伙食特别好 两毛钱 来一碗红烧肉 然后一大馒头 那么老父亲到城里来看他呢 他每次就用这个来招待他 那对于一个农民来讲 过年啊 这就像过年也 而且他觉得很荣耀 就是自己的儿子 在城里头当老师 每次来了以后 以前来城里 他没有落脚的地儿 匆匆忙忙地就回家去了 一整天还吃不着饭 那么在这儿 在儿子这儿来停一下 吃上一碗红烧肉 来一馒头 觉得特别满足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父亲当时 已经开始挣工资了 他一挣工资之后呢 这一大家子 有了经济收入 就有了经济收入 这个很重要 所以呢 从他那儿开始呢 他的弟弟们 妹妹们 看到这个大哥 喜欢看书 喜欢读书 是吧 那么他们也都热爱读书 也就开始考学 然后一步一步地 走上工作岗位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